而且这个从我们从犯罪嫌疑人身上起货的这些手机了什么的 从上面的一些通讯路上都可以反映的出来 他们的手机通讯路上全部是绰号 比如说什么三杨三鬼大胖姐妹 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些话没有名字 通过犯罪嫌疑人的描述 警方很快从被羁押的34名犯罪嫌疑人当中 找到了这个三杨 三杨的出现顿时使案件出现了新的转型 随着这个三杨的交代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通过三杨的控述 刀切销赃为一体的犯罪团伙 整个轮廓也就逐渐的清晰起来 三杨一旦交代也就好比一个瓶子 找到瓶盖了瓶盖也打开了整个里边的东西看得清 他这个团众称这个金字塔式的这个相对固定的一个盗窃团 他这个重这个所谓的下线人 属于金字塔的底部 实际他的上线就两三个人 众多的犯罪嫌疑人属于金字塔的底部 而这个三杨啊 他正是这个金字塔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那么在他的这个供述之下 配合之下 警方很快把另外一个犯罪团伙的两名关键性的人物 左贵珍左丽霞抓获 抓获了左氏姐妹之后 警方又顺藤摸瓜 又把这个团伙的收藏人员吴广孙丽萍抓获 并且在8月11日 在金水区韩寨村抓获了涉案团伙成员17人 随着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一一落网 一些还没有被警方控制的犯罪嫌疑人 如同惊弓之鸟一般试图逃窜 8月12号下午1点钟 警方获悉大约有十多名犯罪嫌疑人 将乘郑州到同龄的长途大巴车逃离本市 然而当我们的侦察员登上了这辆 驶往同龄方向的大巴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 这上面根本没有他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 当时就讲 这套车能坐45个人 车上现在只有十一二个人 而且大巴车司机也是不着急 我们按照常理来讲 你这么长途大巴 一趟车上能坐四五十个人 你只坐了十几个人 你肯定这个 你肯定这个 感谢观看